海華文教基金會 第二屆海外十大傑出青年選拔 活動開始起跑了 為了鼓勵各領域 各階層的海外優秀青年參加 基金會特別與世界臺灣商會 聯合總會簽訂合作備忘錄 希望擴大宣傳 並協助發掘更多的優秀青年 致力於推動海外僑界文化事業 與國內連結交流的海華文教基金會 每兩年舉辦一次海外十大傑出青年選拔 今年將邁入第二屆 為了擴大規模 基金會與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共同簽訂合作備忘錄 希望透過世界臺商會綿密的網絡 號召更多優秀青年參與選拔 簽署儀式上 小委會委員長吳欣欣 任職海華董事的副委員長田秋景 全都到場見證 學 文化 藝術 教育等等 又結束優秀了我們的華僑之地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有意義的活動 那當然重點就是說這個活動 第一屆海外十大傑出青年選拔 每一位得主都是在海外從事包括政治 文化教育 科技或商業等 有傑出貢獻的僑借新生代 為了讓六大洲僑民能了解活動 並推派人選 海華文教基金會邀請世界臺商會 擔任協辦單位 希望透過商會的觸角延伸 擴大發掘並推薦不同領域的 傑出青年參與 提升選拔活動的深度與廣度 世界臺商會有這個榮幸 來協助辦理台外十大傑出青年 我們一定會敬意而為 那麼況我們世界臺商會 這二十三年來在我們所有的前輩 我們各位民運總會長的領導之下 光妹一直在進步 我們在六年前成立的 世界臺商會的青商會 青商會不管在各州 在世界青商會裡面 這青創業 創新各方面辦得非常成功 所以我想這個活動 世界臺商會很願意來配合 年輕人本來就是需要說 靠著世代傳承的一個動作有沒有 來把年輕人好好的把它帶出來 我相信說這個是一個呈現 其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旅程碑 那我也希望是說 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有沒有 這樣的一個資源 因為四種本來就是我們這樣講 台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資源 的一個協助有沒有 我相信海華在舉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相信他會更有所謂的公信力 在吳委員長的見證下 雙方共同簽下備忘錄 正式成為夥伴 對於這項合作 委員長表示樂見其成 也其免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能為海內外青年們樹立標竿和典範 台灣宏觀電視陳林文中建剛台北採訪報導